网易这波操作直接让我们都腿软了 这个不是玩家们太脆弱 要跟你一说逆许晗变成了好玩不花钱的游戏 你也会吓得腿软 嗯 这是又要骗我们进猪龙杀一波了 说五年前 谁也不敢信 但现在 诶 真就不一样了 逆许晗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最大复兴 在赛季服和手游双双大户的情况下 整个口碑得到巅峰逆转 而随着9月14日江湖重启资料片的上限 网易还要对游戏做出巨大变革 首先 邓氏服不会开启任何树枝新疆 赛季服则要继续在54元点卡包月加赛季制的运营下 删除天机镜和共鸣羁绊两个复杂系统 战场方面呢 元帅以下的晋级赛全部取消 一句话总结 减负不加压 除了系统优化 这次服力也直接发到玩家腿软 自从全服上线了28元的腾罗烟月服装后 官方宣布以后6元18元 28元时装将会是常态 邓氏开启了网游服装28元时代 而本次更迁 只要迁到就能白嫖价值数百元的山海精服装 新资料片上线后 还能一口气获得20多只祥瑞作季 从哈士奇到火凤凰 应有尽有 满足你的各种需求 官方还宣称 玩家参与各种玩法活动 可以获得往年三倍以上的资源奖励 每月还能额外领取价值500元的道具 好家伙 不仅赚回点卡钱 还十倍返还 这一系列大变革 轻动了不少新老玩家 一些官网的新玩家纷纷准备入坑 而弃坑一段时间的老玩家也有了想回归的打算 甚至都为新人们写好了攻略 看了一大圈 结论是 现在是入坑和回归逆水寒的最佳时期 错过的话 各位绝对会抽我两巴掌 所以为了保住本人的脸 大家赶紧来入坑啊